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文章 《大法救了我全家人》 作者 山东大法弟子 明欣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 我今年67岁 今生有缘修炼法轮大法 使我从多种顽疾中恢复健康 母亲 丈夫和女儿认同法轮大法好 在他们生命最危难之时 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 丈夫从恶性结肠肿瘤中重生 母亲重见光明 有着习惯性停运的37岁的女儿 喜德贵子 下面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 与朋友们分享 第一部分 喜德大法15天 完即全消 我曾经患有严重的胃寒病 神经衰弱 耳鸣 腹腱炎 肩周炎 还有血色素低等 多种疾病 尤其是严重的胃寒病 一到冬天 胃里就像喝了冰镇的凉水 疼痛难忍 就医吃药 无济于事 每当入夏的时候 同事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衬衣和裙装 我只能望而却步 衬衣里面还得套一件毛背心郁寒 与此同时 我还被神经衰弱 折磨得失眠耳鸣 肩周炎使我抬不起胳膊 腹腱炎让我经常小肚子疼 加上血色素低 只有35岁的我就变成了黄脸婆 一天傍晚 在同事的喜宴上 一位好朋友欣喜地告诉我 他学法轮功了 并感慨地说 以前不知为啥活在世上 现在终于明白了 人生的真正归宿 就是反本归真 这位好朋友还劝我一起学 当时因为受中共邪党文化怪书 中毒太深 我心里没有认同 就托辞说 孩子读中学工作也忙 等退了休再学吧 时隔不久 又有一位同学找我办事 闲谈中 得知他也在练法轮功 并说他当时的感冒咳嗽 是师父给他消夜 怀着好奇心 我请他帮我买书看看 两天后 同学给我送来了 《转法轮》 《法轮大法一解》 《转法轮卷二》 三本书 当天晚上 我看了《转法轮》第一讲 感觉这本书很特殊 书中讲的法理 闻所未闻 但是非常引人入胜 那晚下半夜的似睡飞睡中 我感觉自己身体烫烫的 发高烧了 但好像动不了 也起不来 令我震惊的是 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没有半点异样 我以为自己做梦了 当第二天 我学完《转法轮》第二讲 我才恍然大悟 昨晚的感觉是真实的 是大法师傅在给我净化身体啊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我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像神话故事呢 那时候 我就是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 上班都想看《转法轮》 听说还有五套优美的功法 我立即找同事 借来师傅的教功录像带 晚饭后 我就急切地跟着学练了起来 第一次爆轮时 双致肩肩部 疼得受不了 我就使劲闭着眼 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 第一次练进宫 我双排了半个小时 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 虽然说很苦 但我心情很愉快 身体很舒服 感觉舍不得放下了 一天我在收拾床铺时 突然意识到 这几天咋不失眠了 而且能睡沉了 叠被子肩周也不疼了 几天后感觉胃也暖暖的了 吃饭多了 小肚子也不疼了 我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我立刻想到了法轮大法 想到了师父 师父是神哪 我接触大法只有半个月 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 就这样好了 真是太神奇了 当时我热泪盈眶 双手合十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 给了我健康的身体 让我甩掉了药罐子 暖水袋 垫褥子 从那时开始 二十多年了 我再没服过一粒药 身体无病以身轻 我脸色红润了 精力也旺盛了 骑自行车 好像有人推着跑一样 家人和亲朋好友 看到我的巨大变化 都夸我年轻漂亮了 我的家人也因为 我修炼法轮大法 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遇难成祥 得了福报 第二部分 丈夫的结肠癌 彻底痊愈 八年前 丈夫不幸被确诊为 结肠 恶性肿瘤 听到这一噩耗 我当时感觉 天像塌了一样 不知所措 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 没有被吓到 因为我想到了师父 也只有师父能救我丈夫 丈夫的手术很顺利 出院前 我找到主治医生进行了全面咨询 他们给出的答案 让我再一次跌入了深渊 医院的结论是 因为是恶性肿瘤 生命延续一年 都是奢望 或许能活几个月 就在这艰难无助的时刻 我再一次想到了师父 我想 只要丈夫能下决心 修炼法轮大法 慈悲的师父 一定会救她 出院时 医生再三叮咛 一定要去肿瘤科就诊 继续做放疗化疗 当时 我在心里果断地 替丈夫做出了抉择 不放疗 不化疗 我们回家 学大法 回家后 我认真地对丈夫说 跟我一起学大法吧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 你要好好学法 坚信大法 你一定能挺过来 一定会康复的 丈夫躺在床上 很欣慰地看着我 慢慢点着头 因为她明白真相 就这样 我们没有踏进肿瘤科的门 依然把医生开的抗癌药 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经过这次大手术 丈夫的身体损伤得很严重 体重减了三十多斤 已经脱向了 但是不管术后刀口怎么疼痛难忍 她都能天天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 或者是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有一天 丈夫对我说 刀口里面 好像有个小风扇 吹得暖融融的 我听后高兴地说 是师父管你了呀 快好好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救度你 从那以后 丈夫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多了 一个月后 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能慢慢地独立行走了 饭量增加了 体重也开始增长了 半年后 她的体重渐渐恢复到了 一百三十斤到一百四十斤 前几年按照医生的要求 一年做一次复检查题 我丈夫的CT结果和验血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最近这两年 她感觉身体非常好 不用再查了 现在丈夫天天看转法轮 有时也看师父的各地讲法 天天坚持练功 还时常提醒我 发正念 有时遇到矛盾 她比我的心性还好 现在八年过去了 丈夫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开车买菜做饭 带小外孙从不喊泪 全家人再一次亲眼见证了 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无不感恩 慈悲伟大的师尊 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 第三部分 母亲的眼睛重见光明 我母亲八十二岁那年 我母亲八十二岁那年 左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 三天后 拆除了纱布 母亲却什么都看不见了 全家人都慌了 亲戚听说后 在北京大医院找眼科医生咨询 看是否能补救一下 医生们说 老人年龄大了 不能再手术 只能这样了 全家人哀声叹气 后悔不已 我把母亲接到家中 安抚她说 没事的 在我家住些日子 保证就好了 您啥也不用想 一切由我来照顾 您就静静地躺着 听师父的讲法 或是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眼睛很快就好了 心一定要成啊 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她看过大法书 还告诉邻居阿姨 常念九次真言 会身体健康 吉祥平安 有位阿姨打来电话 说忘了拿九个字 母亲在电话里 一字一句地 念了好几遍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看见母亲这么认同大法 我心里真为她高兴 有一天 母亲惊喜地告诉我 我的眼前发亮了 我说 您再好好看看 母亲走到窗前 往外看了一会儿 大声喊道 真的能看到了 还拿起镜子 看着自己的眼睛 左端详 右端详 笑得满脸 像开了花似的 一脸幸福 这是第十二天 母亲的眼睛 就完全康复了 从那以后 母亲更加信仰师父 更加相信 法轮大法好了 遗憾的是 她老人家 没能走入修炼 九十二岁 受众 这个年龄 是他们家族的 高寿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 老母亲也是受大法的恩责 延年益寿 得福报了 第四部分 三十七岁的女儿 喜得贵子 女儿婚后六年 没有生育 亲家母尤其万分交集 因为之前女儿有过两次怀孕的经历 但是都在胎儿四十多天的时候 就停运了 为此全家人既担心 又期盼 女儿三十六岁时 又传来怀孕的习讯 但这次与以往不同 由于前两次的经历 女儿心里压力很大 被痛苦的阴影笼罩着 忧心忡忡 我鼓励她说 好好拜读大法书吧 大法一定会帮助你 女儿读高中时 看过一两遍转法轮 也非常认同大法 所以就愉快地 捧起了转法轮 天天读 有空就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比天好 不知不觉中 就闯过了可怕的停运期 胎儿发育到四个月时 医生告诉我女儿 胎儿后颈某处指标很高 若持续增长 可能会导致胎儿大脑滞胀 建议半个月后再复查 为了避免家人担心 女儿谁也没有告诉 自己回家认认真真地学法 七天之后 女儿自作主张地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 肯定没有任何变化 八天以后再来吧 在女儿的再三恳求下 医生勉强同意提前做胎检 结果显示 一切正常 女儿激动地说 我就知道自己正常了 医生却皱着眉头说 不可思议 你真是个特殊的例外 临近分娩前 女婿担心女儿年龄大 跟医生协商做剖腹产 医生建议看具体情况决定 进产房前 女儿安慰我们说 爸 妈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有大法保护 一切都会顺利的 一个半小时后 每等产房的护士通知我们 双方父母在产房外 分别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 上面写着 顺产 男宝宝 七斤六两 母子平安 得知女儿能在产床上 第一时间给我们报喜 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 柔弱的女儿 怎么能做得到啊 当亲朋好友同事们得知 37岁的女儿 顺产了一个 近八斤的健康宝宝 都赞叹不已 小外孙 聪明可爱 很有大法源 一岁的时候 家中有很多玩具 但他最爱看的 就是法轮大法 台力上的 吉祥娃娃 小外孙 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 画中的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个字 小外孙 一岁五个月的时候 他只要看到我学法 就会急急地跑过来 要报转法轮这本书 我仅仅说过一次 要爱护 以后 每当他要报转法轮时 都会承诺说 要爱护 我说 你还不认字 他回答说 认 真善人 好 小外孙 还会盘起小腿 立掌 学我发正念的样子 一次 我在给亲家母演示 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时 小外孙竟然一直在我身后 弯着小腿 学着呢 太可爱了 我心想 这孩子不一般 是来得法的呀 小外孙刚三岁的一天 他看着师父的法相 对我说 第一次看到师父 我哭了 我激动地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 望着他 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师父啊 这孩子真是您赐予我们的呀 小外孙这句熟悉的 发自肺腑的语言 只有在同修间才能听到的 这么小的孩子 明白的一面 什么都知道啊 我 我与我的家人 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及众生 在这万古难遇的 法轮大法洪传的伟大时代 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 一桩桩一幕幕的神奇经历 数不胜数 无不验证了 法轮大法师父的佛法 句句是天机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天体 宇宙 生命 万事万物 是宇宙大法开创的 生命背离它 就是真正的败坏 世人能够符合他 就是真正的好人 同时会带来善报 福寿 作为修炼人 同化他 你就是个得道者 神 请听文章 题目是 妻子修炼大法 我受益很多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家属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 我妻子是法轮大法修炼者 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 虽然我没有修炼 但却在大法中受益很多 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 我的家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大法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 我对以前遭遇的不公 看开了 看淡了 心态平和了 一 坚强起来 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 我是一个普通工人 妻子是一名教师 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因为中共恶魔江泽民流氓集团 疯狂迫害法轮功 我的家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因为妻子坚持自己的信仰 被多次非法关押判刑 被非法开除 也曾被迫离婚 后来复婚 我的家被迫害得支离破碎 几乎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 我在各方面的压力下 随波逐流 助纣为虐 做了许多措施 我曾毁过大法师父的法相 毁过大法书籍 也诽谤过大法和大法师父 在这里 我向大法师父道歉 我在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郑重声明 声明自己以前对大法不利的言行 全部作废 我阻止妻子修炼 给他制造了许多磨难 特别是他刚从监狱回来后 不让他看大法书 不让他练功 不让他接触同修 不让他出门 限制他的人生自由 他感觉自己从大监狱回到了小监狱 我多次劝他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 鸡蛋不能碰石头 我们是普通人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你能改变了现实吗 他不为所动 说 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 是正法修炼 去病健身有奇效 信仰真善忍没有错 做好人没有错 我看他那么固执的不听劝 吃了那么大的亏 碰到南墙也不回头 他好好的工作没了 家也支离破碎 人中的利益都失去了 还那么固执 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我每天不给他好脸看 故意为难他 讥讽挖苦他 有时打他骂他 逼迫他放弃修炼 妻子从监狱回家一个月 就被我逼得离家出走 流离失所 他走时给我写了一封信 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珍贵 劝我不要听信中共媒体 诽谤法轮功的谎言 毁了自己 这期间 我虽然对他不好 处处为难他 但他没怨恨过我 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 照顾我 他善良的言行 让我反思自己 他走后 我很失落 经过一年的时间 在我和孩子的劝说下 他又回到了家 妻子回来后 我对他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多 不再阻止他学法练功了 他教会了我上网 指导我看正面的视频 看真实的文章 听传统文化故事 我的眼界打开了 我的心胸开阔了很多 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 以前我是个胆小懦弱 怕事的人 和众多人的想法一样 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各扫门前血 自从明白了大法真相后 我去掉了许多负面思维 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 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 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 坚强起来了 也有了正的能量 能分清善恶是非了 敢说真话了 感谢大法师父教导出 这么多德才兼备的好弟子 感谢大法弟子 无私地讲真相 我从中受益了 我知道了法轮功对国家 对社会 对家庭 有百利而无遗害 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 我真的很幸运 妻子经常听师父的 广州讲法录音 明慧网的修炼体会 法会文章 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 善恶有报的历史故事等 我也随着听 我每天还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 喜欢看大法弟子的自媒体 看动态网的文章等 这些让我开阔了视野 使我从迷茫 困惑中清醒 也破除了无神论 进化论的壳 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 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妻子在监狱里的那些年 我时常喝酒消愁 饱一顿饥一顿的 我的胃出现了毛病 凉的热的辣的酸的都不能吃 我喜欢吃韭菜馅饺子 可吃了就闹心不能吃 大米饭吃了烧心 吃了怕胃疼 以前我吃了不少药 偏方也用过都没治好 现在我一片药也没吃过 但是胃病好了 什么都敢吃了 我身体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 腰椎肩盘突出 肾结石 胃病 静脉血栓 失眠 高血压等毛病 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 以前我怕凉 怕累 经常腰疼 腿疼 明真相后 这些毛病都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我的身体非常健康 脸红扑扑的 精力充沛 我姐姐都说我年轻了 有的同事问我 你是怎么保养的 明真相得福报 真实不假啊 在我的身上见证了 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长 法轮大法照亮了我的家 智力破碎的家 又恢复了昔日的和睦文心 现在 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 这已经是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对国内的新闻不想看了 知道这都是假的 是欺骗老百姓的 2023年1月20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 向全世界众生 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天机 我看过两遍 超了一遍 使我明白了许多法理 我对以前遭遇的不公 看开了 看淡了 心态平和了 做一个为他的好人 已经是我人生的目标了 2. 持经不昧 做好人 我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 但我非常认同大法 在大法法里的指导下 真善忍也让我做一个好人 在单位里 我默默地做好工作 在利益上不争不抢了 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能主动去做 不去计较了 妻子常常给我讲 不失不得 善恶有报的道理 我也知道怎么处事了 有一天上午 我在上班的途中 捡到了400多元钱 当时前后都没有人 我心中有些纠结 是留下还是交上去 我想起了大法师傅 在《状法轮》中讲的 不失不得的法力 我就把钱交到 单位的一个领导那里 后来找到了施主 是一个同事掏兜时丢的 要是以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 把钱放在自己的兜里 还有一次 我捡到一个外地打工人员的钱包 里边有一千多元钱 银行卡 身份证等 我找到了施主 还给了他 当时他非常着急地 在寻找丢失的钱包 当我把钱包还给他时 他非常感激我 还买了水果感谢我 我也很高兴 自己做了好事 回家后 我告诉了妻子 他夸我做得好 我也有贪心的时候 去年秋末的一天 我对妻子说 现在毛豆成熟了 想吃毛豆了 我想去大地里摘点毛豆煮着吃 妻子说 想吃到市场买点煮 不能到别人家的地里摘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动 拿了别人的东西会失德的 我说 就摘一点吃也不祸害 妻子说 那也不行 拿别人的东西 就会用德交换 德是很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他说得对 就打消了去别人家地里摘毛豆的想法 大法的法理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我也要求自己 做个真诚善良的好人 三 善心化解纠纷 妻子在法轮大法中 修炼出的善良 宽容 忍让 使他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 也感化了我 例如我们楼上邻居是一个再婚的家庭 女的没有工作 还有点好望事 几次望关水龙头 跑水把他自己家泡了 还牵连到楼下我家 他家地板泡水 我家天棚就漏水 因为现在的楼房质量都不过关 有一天中午 他用洗衣机洗衣服 洗衣机的排水管跑到外面了 他却呼呼睡大觉 我家小卧室天棚漏水了 妻子赶紧拿盆接水 我去楼上邻居家敲门 敲了半天 他才睡眼惺忪的来开门 我有些生气的说 我家漏水了 你家是怎么回事 我进屋一看 洗衣机水管在外面放水呢 地板上都是水 他赶紧收拾 我家小屋天棚被阴吃了一片 我想找他丈夫说说 但那天他丈夫上班没在家 妻子一再劝逐我 别告诉他丈夫了 因是后组成不久的家庭 怕他们因这事干账 我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 浴室得为别人着想 又有一天中午 厨房又漏水了 哗哗的漏水声很大 壁厨的东西都湿了 墙壁也湿了 我赶紧去楼上邻居家敲门 男主人没在家 女主人又在睡午觉 因为暂时停水 他把水龙头打开 却忘关了 来水了 他却睡着了 水槽的水满了往外流 哗哗的流水声很大 他却听不着 门一开 看到他家的地板上都是水 我真的很生气 也不好说什么 我过去一看 他家的水管和水槽周边防护不严 水管四周往下流水 我家壁厨的东西多数都湿了 这一下来活了 我把壁厨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摆了一地 都没有插脚的地方了 屋里乱糟糟的 他家男主人回来了 他到我家来看看 我家被阴湿的东西摆满了屋子 厨房的墙壁也阴湿了 他感到不好意思 我让他看小卧室天棚有一片漏水的痕迹 他说 不是我家漏的 我说 上次你没在家 你媳妇洗衣服 洗衣机水管跑到外面了 是那次漏的 你嫂子怕你俩干账 不让我告诉你 他不好意思地说 要是换成别人家 早该不愿意了 妻子连忙说 都不是故意的 回家不要干账 妻子的善良感动了他 两天后 他送来一小袋汉黄瓜 说是自己地里种的 妻子说我家有 推辞迷要 并谢谢他的好意 我家几次漏水 都是楼上邻居造成的 我当时都很生气 想理论理论 我也产生了对楼上邻居家的怨气 也有想让他家给刷墙的想法 但都在妻子的善心劝解下化解了 避免了邻居间的纠纷 现在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年前 我自己把墙粉刷了一遍 4.车祸有惊无险 2022年11月的一天 由于前几天下的雪化成水又结成了冰 造成路面很滑 早上五点多钟 我背上背包出门了 坐车外出工作 走到半路上的一个小拐弯处 由于路滑 我和同事坐的车突然滑到路下的斜坡上 接着又翻了两个个儿 掉到深沟里了 车玻璃全碎了 车废了 我坐在后面中间的位置上 身后有不少工具 车翻了 我左右的同事全压在我身上 还有工具 戴的帽子也掉了 我的头几处破皮 在渗血 不知是车碰的还是工具戳的 我身上全是土 背包也是土 找到的棉帽子 土更多 我当时没什么感觉 也没感觉疼 只是皮外伤 有两个同事肋骨骨折了 一个稍重点 一个轻点 其他人都没事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这么重的车祸 我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感谢大法师傅保护了我 一个名真相的同事说 全车人都见了你的光 谢谢大法师傅的救命之恩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5.默念九字真言 得福报 中共三年封控后清零 在2023年初严寒的冬天 免疫力最低的时候突然解封 瘟疫席卷了全中国 妻子没打一针疫苗 没做过一次核酸检测 她坚信练工人免疫力强 用不着打疫苗 做核酸检测 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支持她 所以对强制打疫苗 做核酸的骚扰电话 我都帮她挡住了 我俩身体很健康 家里不存药 在我的印象里 妻子没吃过药 打过针 即使有点小毛病 也都能很快扛过去了 今年一月份左右 我们单位多数人都养了 我在单位也被传染了 一开始 有发烧 全身无力 出嘘汗 局部疼痛等症状 后来咳嗽 我劝妻子离我远一点 别被传染了 她却说 我不怕 我是练工人 免疫力强 在我发烧期间 家里没有退烧药 当时也买不到 只能用物理降温 用湿毛筋敷 妻子让我默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我念了 可能我的诚心不够吧 一晚上烧没有升 但也没降 当时烧到三十八度左右 就是感觉全身不舒服 到了早上 妻子告诉我 要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才有效 我在心里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中午就退烧了 感觉饿了 就起来吃东西 从发烧到退烧 也就一天左右的时间 养了的后遗症 就是不愿吃饭 没胃口 吃什么也不香 想吃清淡的 妻子买来冻的大黄桃瓣和鲜梨 给我熬成罐头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 我很快恢复了正常 我想 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起了大作用 我真是借法轮大法的光了 感恩大法师父 我的亲戚中 多数都痒了 我发现 明真相三退的人症状轻 还有没痒的 没三退的人症状就重 有两个亲属症状重去世了 一个是长辈八十多岁 一个是晚辈年轻人 三十多岁 现在多数是独生子 孩子去世了 给父母和家庭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这也是中共恶党的 邪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在血泪的事实面前 我的亲属还不清醒 还在怨恨美国 赞美中共恶党 我真的感到痛心 是非善恶怎么都不分呢 在中共的谎言洗脑下 有多少这样的老百姓啊 我很庆幸 我跳出了那个陷阱 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 我感谢大法师父 感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们 我很幸运 我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 我真的身心受益了 受到了大法的恩责 谢谢大法师父 感恩大法师父 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我们全家人 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恭祝大法师父生日快乐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 征文选登 请听文章 题目是 全屯都说我们幸运 作者 辽宁大法弟子方方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 2023年5月21日 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 在师尊的保护下 走过了27年的修炼历程 其中 我和我的亲人 有很多神奇故事 这里讲讲秋收的故事 2018年10月 到了秋收的时节 农村的秋天满地是成熟的粮食 也满地是黄金 当然也有干不完的活 那时农村雇人干活 每天每人200元 中午供饭 就这样也找不到人 我家几个姐妹修炼法轮大法 我们几姐妹从不同城市 不约而同的来到二哥家帮他们秋收 当时大姐82岁 我们也是近70岁的人 开始 妩媚怕腰腿疼 就和大姐 二嫂在家摘花生 做饭等 我和侄女二哥 到机械收购的地里 捡腊下的玉米 花生等 每天都能捡上千斤 如果家里没人捡 损失会很大 我们来的目的一方面帮家人秋收 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 我们已在不同时间段 为我们囤8、90%的村民 做了三退 包括新老村长 村支书 这回 小妹每周带来新的真相资料 我们晚上六点发完证念后 就乘执女的轿车 有序地把几千份真相资料 发到周边的几个村屯 2019年的秋收季节 我们姐妹又回老家帮忙秋收 正在全力准备秋收时 天气预报说 当晚有特大暴雨 侄女马上坐公交车返家 叫亲戚用机器把花生起了 到了晚上 下了一场历史罕见的秋雨 真是沟满豪平 遍地是水 乡亲们焦急万分 眼看一年到手的收成 全在水里泡着 真是叫天不应 呼地不语 过了两天 地里的水仍然饱和 估计上洞 这水也撤不下去 当时二哥家算上 侄儿侄女的地 共有花生十多亩 玉米五六十亩 这可不是小工程 没有机械收割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人工抢收简直就是挑战人类的不可能 用工的出价一天三百元也没人干 这时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 师尊在各地讲法五 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大法弟子啊 如果修到很高层次 主宰着很高层次的天体 你的一念确实在你的天体内无所不能 那是一定的 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好 修正 我没有畏惧 我自信 虽然我们近七十岁的人 几十年没干过的活 但我们有二十七年的修炼功底 应该有这种无所不能的超常表现 我们决定自己抢收 五妹说 你能干我就干 二哥二嫂侄女当然高兴 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态 她们也不会忍心让我们去做 我们首先从花生牢起 侄女她们俩在水里把花生秧 装到编织袋里 我和五妹往回拽 有的水太沉 我们就把袋子砍成小洞 后来又发现 用塑料洗澡盆 两边都拴上绳子 这种方法很好用 侄女发到网上 有人说 这是有人类以来秋收的奇观 很多人点赞 效仿 我们用十天的时间 把花生抢出来了 大姐和二嫂给我们做饭 还要喂猪 鸡 摘花生等 忙得不可开交 接下来我们开始收玉米 我和五妹 侄女负责掰 二哥和侄女婿负责往地头背 然后装车运回家 这过程中 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日出而去 日落而归后 也下地匹玉米 但坚持两天就受不了了 整天都在稀泥里 水里运作 有时还摔跟头 这活真干不了 任扔了 村长两口子是年轻人 他们双方的父母 比我们小十多岁 都不敢下地干这活 有人说 六七十岁的城里人 比我们做地户的年轻人 还能干 有一个小老弟专程来问我们 你们这么干 不累吗 我说 也累 但能坚持 因为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 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 不仅身体健康 而且还延年益寿 他说 怪不得你们这么超长 练功和不练功就是不一样 全村只有你们一家全收回来了 原来是沾了大法的光 好羡慕你们 我劝他说 你也修大法 成为被羡慕的生命 这里我要说一下 在这么高强度的劳动中 我们知道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每天的学法 练功 发正念 讲真相的时间 雷打不动 就是八十三岁的大姐 都没懈怠一天 有神助 事半功倍 六妹是音乐教师 五妹嗓音特别好 上百首的大法歌曲 我们都会唱 有时我们就放开喉咙 高歌一去 忘记了时间 消除了疲劳 没有了苦累 乏困的感觉 神情爽朗愉悦 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把吃苦当成乐 休在其中 乐在其中 这样做既帮了亲人 锤炼了我们的意志 也给村里百姓 弘扬了大法 五六十亩地的玉米 有的笼长五百米 我们足足用了六十多天的时间 全部匹完 颗粒归仓 迎听天气预报有大暴雪 当晚我们从地里回来 连饭都没吃 马上坐侄女的车到百里外的县城 第二天早上 坐六点的长途课车返回家中 当晚就下了一夜的大雪 第二天早上开不开门 火车 汽车 出租车 全部停运 真是百年罕见 这时 我不自主地想到了 那么多人的粮食 没有收回来 不仅泡在水里 又埋到了雪里 真是雪上加霜 真为他们痛心和遗憾 电话里 我欣慰地得知 二哥他们在一天的时间里 把花生 玉米 猪 都卖出去了 收入近十万元 仅玉米 就卖了六万元 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 有神柱 真是一顺百顺 二嫂说 晚一天就遭大罪了 全屯都说我们幸运 这时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 师尊在各地讲法一 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 你现在还不知道 它有多珍贵 等你知道它珍贵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幸运 我潸然泪下 是呀 我很幸运 得法的六姐妹很幸运 我二哥二嫂很幸运 几万三退的众生很幸运 我多么希望 更多的幸运者 在这万劫不复的末后 早日回到 创世主给我们重新造的宇宙中去 感恩大法 感谢师尊 感谢师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